我現在來看那個YT的那個投票 你覺得老百姓可以一輪政治人物嗎 總共4800多票啊 55%的人覺得可以 3%的人覺得不可以 42%的人覺得有限度的討論是可以的 我再接一個好了 有點累了這個 我心匪時你開麥 我心匪時你開麥 我心匪時 我心匪時 我心匪時你好 來安安幾歲哪裡人 我22歲安徽人 22歲安徽的妹子 來那個安徽妹子你好啊 你想要說什麼 你想要說哪一個主題今天 我想講的就是那個政治人物 就是百姓可不可以討論政治人物 你覺得呢 我的個人觀點是可以討論 但是一定要有限度的 怎麼說 因為就是老百姓嘛 大概大多數都是烏合之眾 就他們很大一部分的人 是沒有那個獨立思考能力的 特別是在網上面 就很多那種道德專家呀 就輕易的一點小罪 就各種判死刑啊 就他們的想法在網上 一般是屬於發洩情緒 很難帶有理智性的 所以當你在議論一件事情的時候 然後就可能會跑題 會引發一些 就是你不想要達到這個效果 就是李忠克非常少 所以就會形成一個不當的言論 所以我覺得那個輿論是個雙人間嘛 你用的好的話可以反映民意 就比如說前段時間 應該說去年嘛 就是肖戰是國內的一個明星 就是他也不是一個特別好的藝人 然後就受到了全網的抵制 然後就有人打電話 投訴到相關的單位 就取消了他的某些活動 我感覺這個網絡好像有點卡 不會啊 我覺得這個就挺好的 然後但是不好 你說他是怎麼樣不好的藝人 然後去投訴他 取消他活動 他是什麼不好 他不好在哪裡 國內的輿論環境非常糟糕啊 就是不是整體的 是娛樂圈的輿論環境 尤其是粉絲圈 就是很力氣非常嚴重 像他們這種新生代的偶像 叫小鮮肉嘛 他們的粉絲都是年輕的人 一般來說就是大學生 就是思考能力特別特別弱啊 然後就是網上對他的粉絲 有一個稱號叫法輪中邪教 你說肖戰的粉絲是不是 對 他的粉絲就是 就是幹了很多傻事 就是舉報一些網站呀 然後引導輿論呀 然後網報網友呀 反正就是幹了不好的事情 就引起了公憤 所以就是定義為這個肖戰是失格一人 因為他支持他的粉絲 沒有進行理智的引導 哦 哦 OK 所以就有清醒的那些觀眾嘛 就會抵制這個明星 就向有關的部門去舉報 就讓他不要參加那些活動 也是能成功的 對 然後特別不好的地方 就在於就是我講 大概講三個例子吧 就遠古 也不能說遠古時期 宋朝的時候 歐陽修兩次被罵 一次是跟他的外甥女 一次是跟他兒媳巴灰嘛 但這件事情在那個世界上 肯定是不能存在的 只是他這個人比較風流 但是拿了這個事情去往他頭上蓋 他自己也沒有辦法爭辯 所以導致你看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 就是他的民生受損的話是挺嚴重的 跟他同時期的嫡親也是這樣 就是因為這個輿論的原因 讓這個將軍嘛 最後就是鬱鬱而死 然後講個近代吧 就是抗戰時期的張子忠將軍 當時是在華北盧宮朝事變的時候 因為他接到了那個蔣介石的通知 就是說讓他不要抵抗 就忍辱或重跟日軍進行糾察 然後他就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就被罵成那個漢奸 說他是華北的頭號漢奸 然後他在武漢抗戰的時候 打贏了兩場仗 但是還是被別人罵 就是老百姓都在罵 都在說這個張子忠將軍是一個漢奸 他就在武漢打那個鄉帆之戰的時候 就壯烈犧牲了 就本來他可以不用死的 但是他已死明治 就還是比較可惜的 這是我們抗戰時死的 就是級別最高的一個將軍之一 反正我覺得這個輿論其實 它是一個也就是隆重的老虎吧 你把它放出來 就是你把它放出來其實挺 就是危害還是蠻大的 而且就是老百姓嘛 就他們自己是沒有判斷能力的 就容易被利用容易被引導 所以對於這個政治 政治就屬於比較嚴肅性的一個事情 你拿這些事情去套用到 嚴肅性的政治上面去 我覺得有點交叉感染的感覺 不太適合 所以言論自由 就雖然言論自由 但是一定要套上那個 給它套上一個框架 這樣的話 那才是可行的 在當前的社會是可行的 嗯 那這個妹妹 你覺得這個框架是要怎麼樣的設定 這個框架要多緊多松 這個框架就是 要怎麼設定 誰來設定 怎麼決定 這個框架多緊多松 這個目前來看啊 就是在政治方面上面 就盡量的話是就是少去說 嗯 因為因為目前來就是來講 就是大部分的那個水平啊 就是思想水平還沒有達到這個高度 就是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一個最高理想 就是將人類社會從必然亡國走向自由亡國 這個自由亡國 就是物質極大豐富 然後精神高度自由嗎 就是這種狀態下 就是你有這個分析問題本質的能力 就是你也有這個想法的話 你去講這些事情是在理智可控制之下的 嗯 我覺得這樣的話是可以 但目前還是很難去界定 因為我們的水平還達不到 所以說只能用強制性的就是一刀切的方法 嗯 就是說你盡量少去參與這個方面的討論 嗯 就比如說今天講那個 嗯 你可以偷偷的說 嗯 你私下講 嗯 你可以在網上偷偷的講 但是你不能把這個名字直接說出來 嗯 因為這個就像一個遮羞不一樣 你把它揭開了 嗯 就是不明群眾啊 他們就會接觸到這個事情 就那些思維不是很清晰的那些人 他們就會跟風去造謠 嗯 但是你悄悄的說的話 這是提前接觸的部分人 他們會有自己的想法 他們在說的過程中 就把範圍限定到已知的人群中 就不屬於傳播了 嗯 就是這個事情啊 就是你講沒有問題 但是你傳播是很有問題的 因為你現在不能確定 你沒有證據 你就是屬於造謠 嗯 嗯 針對政治人物嗎 我是這樣子想法 是不是針對政治人物 對 除非你手上有有證據 欸一般人就沒差 嗯 對 OK 好 嗯 OK 這個是美美你的那個 你的你的想法 好 OK OK 那就謝謝 謝謝美美你的分享囉 謝謝這個安慧的妹子 好 拜拜 拜拜 好 來 我來看看齁 嘿 欸 謝謝YT斗內 蓬啊 一點 防疫破口就讓官員下台 核心圈如果真的做這種下山爛全力女 射霸凌 難道就會忍處理 還想讓老百姓捂住耳朵 閉上嘴巴 天天告訴老百姓你要自信 自己卻像個渣男 不敢出來承擔責任嗎 護航要有限度 不要為了護航連基本的是非對錯都不顧 既然大家都聲討婚內出軌 就不要雙重標準 至少黨是這麼教育我們的 黨紀比法律嚴 習也說要從嚴治黨 那大家就等著看一下這是怎麼收場吧 好 乖寶要不要上 乖寶要不要上來講一下 來YYG 無限制的討論大陸政治人物可能會導致社會的動盪和失戀 那樣的話還不如不討論 好 好 好